多謝主席 首先感謝政府包括金管局 在推動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方面的努力 正如早前其他議員都說了 之前中央政府二致人民銀行推出三聯通三便利的措施 這都是大家努力爭取的成果 其中有一項我亦要特別感謝陳振英議員 因為其中那個大灣區實施港澳居民內地購房跨境支付便利化 我記得當時我們民建聯起區裏面收到很多市民的意見 就是在內地買房 但是匯款方面沒有一個合法或者比較正確的途徑可以回到上內地 透過人大反映 也感謝金管局你們也幫忙反映 促成了今次三便利措施的其中一項措施 剛剛你答簡慧問議員的時候都說了 二月就會有具體的實施細節 我希望有實施細節之後都要落地 除了金管局我想要透過銀行 或者相關金融機構要廣泛告訴市民 我們這方面都會幫忙 因為事實上我相信隨著兩地的融合 很多港人都會到內地消費 包括去考慮去購房 這些措施如果不能夠落地 就沒什麼用的 所以落地是關鍵的 希望金管局除了公佈細節 落地方面都是要跟銀行 或者透過我們不同的團體一起 將這些便利居民的措施廣泛宣傳 這是第一個意見 第二個問題我想問一問 除了三聯通三便利之外 我相信在金融會議之後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在國家的角色方面 理論上可以更強的 我希望金管局也繼續努力推動 香港金融中心的發展 而其中我見到香港的集資額 這段時候一直都是一般 希望金管局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知道內地有很多企業 都想來香港集資的 但是因為那個報備 或者審批過程衰時 這方面可不可以再努力推動 讓到報備過程有一個指標 等到企業申請的時候 都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批 什麼時候不批 讓他們有計劃 如果不是就很難搞的 就是做那些審計 其他服務 都要做幾次才搞得到就不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支援中小企 當然我們都很支持 也都明白中小企這段時候很艱難 預先批核橫式不橫本計劃 是能夠幫到困難企業 度過這個難關 但是大家都明白 現在這個嚴冬似乎還是冷的 雖然已經回暖了 那麼我們都是要平衡那個風險的 好像你的slide那裡都說了 重新銀行需要起審慎 信貸風險管理 還有支持實體經濟方面 除得平衡 那麼我想問 現在你們的壞賬率 有什麼股算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管理上你有什麼要求呢 怎麼去平衡呢 請問兩個問題 或者我先回答第一個 然後再回答第二個 首先說一說 跨境匯款去買樓那樣 我們很贊成 落地要做得好 無論是樓程 銀行的準備 以及我們怎樣去令股客知道 我們可以一起做 第二就是那個IPO 那個報備情況 可不可以加快 那麼我理解 政府和證監 已經有跟內地當局去提這些事 就希望那個報備過程 可以更加簡化 還有加快 那麼這個意見 我們會再轉達給證監 那或者Alpha 可以回答第三 中小企那個 譬如說受惠於 我們那個環式環本計劃之下 那些企業的壞賬率 其實不是高的 因為理員你可以理解 當它仍在還 譬如剛才我提到1300企業裡面 它有相當的部分 簡選了百分之二十 即兩成的環本 或者五成的環本 一段時間 它只要是還到這兩成和五成的本 其實它不是一個壞賬 當然它不是全面正常的還本 但是對我們的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不當是壞賬 所以這個呢 就對於銀行來講 他們都跟我們講得很清楚 我們一定要很清晰地告訴他們 這個不當是壞賬 從監控的角度 否則其實就令到整個計劃 是很難去運行 那麼這個我也都很清晰地告訴我們 所以整體就那個壞賬率 所謂的壞賬率 中小企其實不是高的 我只想確認 今本局是有定期去管理這些壞賬率的資訊 有的有的 謝謝ANDaffen 好 instruments 謝謝 謝謝